《聯邦移民部》上個星期宣佈 未來三年會大幅減少接收的移民人數 從去年公佈在未來兩年 各收50萬新移民的目標 減至明年只接收39萬5千 之後兩年更加進一步 減至38萬和36萬5千 究竟哪些移民類別最受影響呢 香港的快速東道移民計劃 以及正在準備或正是等候PR申請的人士 又會不會受到影響呢 今天很高興請到移民及入籍顧問 王國維跟我們談談 是要歡迎你Alfred 你好 Kent 大家好 大家好 聯邦政府上個星期四公佈 減少收於移民人數差不多10萬 跟他之前公佈 其實為何會突然計劃急轉彎 內中的原因是否充分 其實是否合理呢 應該這樣說 總理宣佈的時候呢 他都承認了一件事呢 就是說 過去那段時間呢 那個移民增長的數目是急速的 即是爆炸式增長的 那些配套的服務就跟不上了 例如說 Housing 或者Health Care Social Services 所以他現在就承認了跟不上了 所以就放緩了這個步伐 大家很小心看看很多海外的中文傳媒 怎樣演繹 怎樣報導這件事呢 說到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就大轉彎了 就不收移民了 其實是絕對錯誤的了 我嘗試用一個道具跟大家分析 這個漏斗 這個漏斗 這個漏斗就是說 這個就是移民的項目 沒有小度 你仍然是可以申請的 但是這個出口 這個出口 由2015年自由黨開始的時候 承接保守黨 就大約30萬 這個位置 它就拉闊 拉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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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到原本說2050萬 現在剎制縮小一點 什麼意思呢 移民項目是沒有小度 仍然是接受申請 只不過就是說出 那裡就不給那麼多了 這樣的意思 那看回數字先 那哪一類最受影響 好像家庭團聚都很受直接影響 是啊 算少了 其實最主要 我們分為四大類 這個是經濟類 投資、P&P 甚至乎省提名 甚至乎加拿大經業類別 GEC 技術移民 全都在那裡了 那裡就最大影響 由去年 去年11月3日的時候 它說是30萬01千 現在不是了 23萬多 幾乎沒有了四分之一 都挺傷的 如果我們再用一個放大鏡 看看經濟類 最受影響的影響 就是已經在加拿大那些 例如 愛國畢業 讀完書了 G of T Seneca 然後就 拿了三年工簽 做完事 就註冊 Express Century 等移民部邀請它移民 現在不是了 它原本就說 可以收11萬7千 現在不是了 41萬 41萬 只剩下60% 這幫人 如果他們沒有配套的措施 讓他們繼續續公簽的話 他們就要離開了 接著就說 家庭團聚女 兩大女 配偶 老婆真親老公 老公生姓老婆 那個就不斷 就超過了十幾個百分之一 最受影響就是父母、祖父母 這個項目 由原本說 2025年我們收34萬 現在不是了 只剩下2萬 就沒有了28個百分之一 至於你說 難民相應少了20個百分之一 好了 關於香港的貴 香港的帕肥貴 大家都很關心這個 Stream A、Stream B、B 是否有影響呢 我建議大家就不要說看到 不是 今個更改 由8千加到1萬 那就很開心了 多了 我們不要看數目字 因為如果你看這個數目字的話 你看2026 2027就嚇壞你了 那就變了由1萬 就變了6千9 就變了4千3 0.9分 不是專用的 是嗎 是 我無法告訴你 移民部將會 怎樣 真是有些德政 怎樣幫 搞定 就是疏通香港人那些 但是我告訴你 大家這個不是那麼死固 大家放心吧 最主要就是 今年5月27號的時候 有個政策就是說 你申請A和B 你有個File Number 你想要 申請三年工簽 那甚麼意思 做事的可以做事 讀書的可以讀書 又可以下O 大家都關心除了三年工簽之外 之後如果要申請留在那裡 那個也是有困難的 要看看 未來政府怎樣彈性處理 可以這樣說嗎 我畢竟跟進了移民政策 超過二十年 所有In Canada的申請項目 現在是香港Pathlet AB 或者配偶團聚 也可以overseas 可以in and 也不理 有其他的 所有境內申請的移民項目的話 審批期間 一定會給一個open work permit 給你申請人 甚麼意思呢 等你等待期間的話 你要做事 你就找事做 不是說坐吃山崩 所以我告訴你 最後一批2026年的人 什麼時候批准 但我告訴大家 只要你留在加拿大 你要做事 有機會要做事 家裡的小朋友 繼續可以讀書 繼續可以説歐協 這個意思 明白 好 再看看當時政府有甚麼措施 這次政府好像很強調 新計劃會將更多的留學生 和勞工 從臨時居民轉為永久居民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既然人數又會少 這個是什麼意思 可不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餅子就做小了 另外一個問題是怎樣派 他說已經在加拿大一段時間 例如留學生轉那些 又或者拿著外勞 拿著工作簽證那些 已經在加拿大的 而是生活了一段時間 所以其實來說 他們已經和我們生活 沒有甚麼不妥 沒有甚麼不同的 阿丹町的身份 所以留下他們就冷手撿熱戰隊 是絕對合理的 所以我之前就說 哇 這樣的經濟率斬得很厲害 剩下的差不多就垂清於已經是加拿大的人 換句話說 在香港或者什麼 完全沒有來過加拿大的 那他們給加拿大垂清的機會 就相應地減低了 是 明白 好了 時間關係了 今天就和你談到這裡 我也知道移民計劃 其實很多詳情都還要來請教你 下期有機會再和你聊天 謝謝 好 謝謝 再見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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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是和移民及入籍顧問王國維 和我們分析一下 聯邦政府上個星期宣佈 未來三年大幅減少 接收移民人數的詳情和影響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還有其他環節 稍後見